10月13日,各位朋友 現在是下午5時半 剛剛和朋友去完茶醉,反局 回來拍兩條影片 其實那兩條影片是可以偷懶的 但沒得懶 市況比較複雜多變 要謹慎處理 第一件事,我們見到終於 中美物件生產消息部分協議出來了 部分協議是否市場會接受呢? 第一件事,會先解除部分負面情緒 但重點是,現在買多了農產品 令稅有時間性暫瘍 稅分兩部分 還有一部分是12月15日 15%的手機、電腦等 都是將時間性拖 第一件事,在11月15、16日 在智利會開會 因為現在協議還未簽 到時便覺得應該會簽到 但剩下的那些又要談 這是基本因素面 為何會突然談到呢? 其實有幾個重點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如果在農產品方面買多了 變相對特朗普來說他不會輸 只不過現在某程度上是將稅推遲了 第二件事,其實特朗普自己本身 來近都有比較多少少問題 就是通污門那裏 這是其中一個重點 第二個,如果你放回國內市場 國內自己本身來近 四中全會 你幾件事,政治事件加加起來 我認為現在在這個位置中 叫做鬆一鬆口氣 但鬆一鬆口氣的時候 你見到稅是叫做閘門 但我覺得和上星期的影片 說得非常清楚 其實是打壓中國肯定 只不過是在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美國人最會玩政治和經濟 政治的層面是可以鬆一下 亦都可以緊一下 在稅中鬆一下 因為你給了甜口 買多了共產品鬆一下 他又變相拖延時間 讓你鬆一下 但你全方位打印象的時候 你在這個協議裡面 其實你見到重點是說什麼呢 說的是知識產權 Kirikbalak 華為那些還未談 就跟他們之前說的部分協議 他們之前不是說了 90%談完 10%談不到 那10%談不完 到現在也是談不完 但現在做了11月中的時間 由10月到11月 就做了一個短期的 一個叫蜜月期 蜜月期就會先維持一段時間 所以市場 大家在過去的段時間 尤其上星期 一個重點位 我們經常說了 一個叫撤回底 撤回底就是特首說完 撤回的時候 爆升1000點 提了兩三個星期 25、675是關鍵點 為何會這麼關鍵呢 其實大家會追上上星期的 一些叫牛熊症的分佈 甚至是關鍵點 星期四 跌穿了25、675 去到最低是25521 大家如果心想不夠清 你去追沽的話 當日收市前 已經爬回到257807點 即是即時 假跌穿 尾市抽上來 好了 星期五再給你一宗 一堆堆堂 一堆堆堂 一堆堆堆 你去到最低收市 是做26308點 這個呢 其實你說有沒有春光鴨 知道呢 其實春光鴨已經 一早已經預計了 是說會有個部分協議 其實在星期二、三、四 在重陽節回來之後 其實我上很多節目 其實我相信 在市場裡說 有機會部分協議會簽到的話 我應該是其中一局 那這個是怎樣斷堂呢 其實你看到這些 無論政治情況也好 或者是經濟情況也好 甚至是說 特朗普為自己選票也好 都會見到 它這一下會鬆一鬆 鬆一鬆 這個很明顯的了 亦都是你看到 過去這個星期 市跌來跌去 跌不穿回我所說的位置 已經是一個重點 好了 現在回來了 第一個關係就是255 255沒有跌穿過 第二個就是 林鄭的超回底 亦都沒有叫真正收穿過 第三個 好了大家就會問 現在10月剩下的時間 或者11月初 會怎樣走 我想10月現在最大的關係是怎樣 因為那天已經上了六角 看回牛龍正分佈 有些端例在 你看到一湯 就撐到26,300 但現在的牛龍正分佈 你看到26,400 打到27,000這個位置 其實加上3,000多張 它可以星期一回來 不湯不湯 又或者一開就和你湯大部分 即是告訴你現在市推上的可能性 肯定大 我想每人都知道 都不用我講 倒頭下去的可能性 相對比較低 因為下面的牛證 還未有內地聚集到 因為上個星期 大家已經看到分佈了 所以你看到上個星期一回來 已經到最後 一定會湯上2萬6,000 現在湯正了 即是說如果你要部署 恆生指數的關係點的話 其實要留意著一件事 留意著 我不是上個星期都提及過一件事 開市 不要太心急 你看一下它 究竟開什麼價 因為現在你逐級逐級來 第二個關口位 就是我們經常提及的 就是26,500 第三個關口位 就是27,000 你看開市 到底做什麼價 然後再定部署 有很多不同的部署方法 你可以當即時的部署也好 或者當中線部署也好 但是26,500至27,000 這個位置 尤其27,000 就是正正的一百天然的平均線 相對地 你撐上去 這個便會見到下一層的狀態 要看看消息面究竟怎樣走 但是我覺得暫時 如果你純粹要回香港這邊的政治消息層面 對大市的影響性暫時不大註 反而未相關的消息 而會令市場推上去 可以再補充一些基本因素面 大家也要留意一些 是什麼消息 留意著是什麼呢 美國債息的情況 我記得我上個星期說過很清楚一件事 美股 我不擔心它 我不知為什麼大家會擔心美股 留意著債息 美債那邊的情況 對回整個市 都原來是一個很大的關鍵點 第二個就是人民幣的情況 如果現在已經說中美密戰相關的消息 是暫時消息說換的話 那就是說 人民幣很大程度上 會慢慢偏向 在7至7.1這個位置 就上樓了 就不用擔心了 這個是一個物業真空期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是拿捏回這個層面的話 那要留意回恆生指數 我們又要補回圖 就是補回周線圖 周線圖的話 其實大家會看到 在下降軌那裡 你看到周線圖 有機會慢慢貼近下降軌的頂部位置 這個就是回到下個星期 不要去到下個星期 只是今個星期來表準 會逐級逐級 嘗試一些壓力區 看看星期一回來 開啤架再作策略 但是暫時是反覆編好的格局 仍然是未變的 是已經仍然了 我自己再加多一點 那一點就是說 很多謝今天有來到的 聽我說一些技術分析 或者當我們怎樣找些股份 或點心大事的一些朋友仔 記住 10%如果有賺的話 就變成時線機構 如果避到險的 3%就不下降 留下一段的 帥仔股的環節